哈喽大家好,我是阿阳 粉丝让我帮他代购一条长毛的德木 今天联系了一个大哥来到这里看看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是中长毛的德木 一公一母 是这种平背的 一条是公的,一条是母的 公的比母的稍大一些 好,咱们往这边看 这是一条成母 这条已经配过了 再有30多天就可以下载了 看这颜色 看这流线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 这又是一条成母 现在是11个月 也是配过了 再有50天就下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这条母犬怎么样 腿的颜色和背上的黑色 大家看一下怎么样 这个的话大哥是不卖的 就咱们看看 看这小眼神 来,这一窝,这是西米的血 这是一条大金背的一条成母 平背的 后边可以看到它是它下的狗窄 现在已经快10天了 看,一个个都在睡 一共下了8条 看,这小狗还挺大的 现在是第8天了 黑油油的 你看一个个睡得多好啊 我都不好意思打搅他们 咱拿出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母狗对我的镜头感兴趣啊 来拿出来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真的不好意思打搅他们 那就这条吧 胖乎乎的 可以看得到 这小狗整体不错 就是带了白胸啊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 这是一条公圈 很清楚的看 这是带白胸的 那这边有啊 18天的啊 这是18天的 大哥说这边还有两条啊 这是另一条狗下的 看这两条的品相怎么样 有一条的后腿是带白爪的 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有的人会介意这个白爪的 有的人会不介意 来看一下有白胸啊 也是带了一点点白胸 这不是说他 这狗不纯啊 这是他下的宅 看这老母狗长得怎么样 但是出的狗是带白胸的 那么有的人说带白胸的话 是四格的犬 有的人会介意 有的人会不介意 但是呢 就是在乎一个价格的问题 你看 看这母狗的母性怎么样 一共下了就这两条 哇 大哥说这跟独生子有什么区别 看一下这母狗的体型 毛色大小 是不是大家想象的 啊 这边还有一条科技啊 这是一条八个月的科技 看一下它的花色怎么样 好 今天就带大家看这里 下期再见